小臂无状 见笑 岂敢 恕我梦浪才是 得罪 莫怪莫怪 兄台这步伐偏偏若先 小可一见难忘 这才特地先来 想再见事一番 偏偏若先 酿了个推来 公子 可有眼疾呀 不不不 我眼光好着呢 这步伐飘飘稀若流风之回雪 仿佛稀若青云之碧月 甚美 甚美 这人是谁呀 他认得四季山庄的流云九宫部 我见兄台亦是好酒之人 春色正好 何不与我一步船上喝几杯 所谓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呢 公子一路尾随 究竟有何目的 不妨明示 尾随 不是兄台吩咐地说 有缘江湖再见 我这不就来见你了 放个屁都是想的 那咱们下次还江湖再见不 我 求我 我 你 我 我 我不 我 我 那 好见 主人 兄台 又见面了 别慧及记忆嘛 周兄 这孩子若是伤势恶化死了 倒是不关我什么事 你的祖宗十八代在地下可就 温公子 若你别有用心 不妨直接划下道来 不必费事作态 若军事有非敌 则请勿降兵 好的 温公子 奇怪 这触感 是皮肉 怎么摸起来像是你自己长的 正是在下 不才自己努力长的 这人是谁 即任的流云九宫部 又看破我的衣容 我这些年看人从未看错过 你这身骨相如此清俊 必非凡品 怎会 主人 你上回还指着一个村姑的背影 在那上的好一对蝴蝶骨 必是美人 结果呀 转过来一看 记忆没弄眼的比猪头肉还油腻 你懂什么 那人先天本是美人 后天潦荡 变得气质猥琐 不算我看奏言 至于周兄嘛 周叔 我暂时还看不出破绽 但你一定 溢了容 美吗 完美 你看过了没有 我只是在想 你这副面具之下 会是怎样的一副尊容 天色已明 多谢两万 今日相逢 有缘 有缘 自会相聚 周兄 其实何必等他日再聚 你要送着孩子去太湖 路途迢迢 我呢 正好有一幅画坊 也想领略一番太湖风光 我们不妨一同走水路去 岂不舒坦 周兄 周兄 没想到咱们又有缘相聚了 大惹天的 喝杯茶解解暑啊 这温客行阴魂不散的 多半也是冲着琉璃甲来的 怎么走了 这儿有湖 喝口水解解渴了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浊无鹰 沧浪之水浊息 可以浊无足 周兄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这人难道在我们身上 落了什么追踪之物 这天下 竟有我不认识的追踪之术 走 周兄又去哪儿 不再歇会儿了 我 知名